好,我们N加系列的继续 这个,这周大家应该是 我们设计其实第一周现在应该是解锁两周的内容 对吧,大家现在把那个 抗流毁的基础模型,模型原理和变形 补充的条件都听完了 很多人还会有疑问说 抗流毁能在个股上直接用吗 今天我们的内容会给大家带来 我们先说交易准则 第三条,尽可能去止损 一个买点买入了以后 涨上去的不用我教你 对吧,该怎么挣钱怎么去挣钱 横盘的再往上走也不用我教你 横盘往下跌的 或者是买完以后直接往下跌的 碰到了止损线的时候 大家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据某些韭菜的观察 有的时候你设了个止损 碰到止损线 一碰就往上反弹 你一碰就往上走 那这个止损我要还是不要 第一条还记得吗 交易准则第一条 严格执行 你的交易计划 这个交易计划一般来讲 我们就指的是这个止损 这个止损线 这个止损怎么止损 碰到就止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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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等收盘 因为如果是一个下影线碰到的时候 当时这比如说是个阴线 碰到的时候就是这个价格 是一个确定的价格 如果你等他收盘 很可能收一个大阴线 这个跟交易计划就不一样了 你的损失就有可能更大 所以碰到止损 碰到就止损 盘中碰到就止损 具体怎么做呢 如果大家做的是短线 尽量去能有时间盯一盯 就去盯一盯 如果是实在没有时间盯 实在没有时间盯盘的 去你的那个券商的那个交易软件上 无论你的看盘软件上是手机 还是电脑客户端 都有设置止损的方法 不是填上以后直接点成交 那就不对了 设置止损有具体的 它那个叫做条件单 就是设置条件 条件止损 你去自己研究一下 因为每个券商的那个软件不一样 就没法统一交 所以 就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 如果实在没时间 最近 比如是哪怕你做一个中长线 中长线做完了以后 有可能之前涨了一点 然后又现在又不太好了 但是你又很忙 离止损线比较近 这个时候你就在这 今天有可能触发止损的话 你就在这去做到 盯盘的话 一定是记住碰到了 这就是一条高压线 碰到了立刻止损 不要有任何想法 你这时候的任何想法 你不要想着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有没有 有 不是一次两次 但是永远是少数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小概率事件 不要去赌这种小概率事件 该赔钱就赔掉 这赔钱 没什么可丢人的 换 换一个说法 你在这能严格的去把止损做了 去严格的把它卡掉 严格把它结果掉 不用担心有风险 之后 大把的利润等着你 下次再找一个证回来就行了 我们设的止损 永远这个止损 止损额度不会那么高的 好吧 能止损的时候 尽可能去止损 这其实说回来还是那句话 严格执行交易计划 好 我们下一个呢 第四条 有耐心 要有耐心 才能等到好机会 这不光是说的中长线 也说的是短线 我们经常说 我们讲的是 我们讲的方法 我们管它叫极简交易模型 对吧 我们的模型 给大家讲完以后 n多个条件 对吧 有时候要前提条件 然后怎么设止损 一般来讲都会是这么一个结构的 这个模型就是我们说的k线组合 或者是某些行情的组合 我们说越像模型的越好 那怎么叫像模型 条件你筛选的时候越严格越好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能找出十只股票了 把所有股票翻了一遍 找出十个来 最终严格符合的可能就两 一个 甚至没有 今天你费了半天劲 把大盘都翻了一遍 好几个小时 然后一个也没找到 觉得非常的无聊 非常的没有 对吧 非常的灰心丧气 不要这样 这种日子我过了好几年 在我年轻的时候 当然我希望大家不用像我一样去费劲 所以我们才有极简交易模型给到大家 我当时总结的是这样 但是大家必不可少的 要有这么一个类似的过程 去看了很多股票 没发现有心仪的 没发现有合适的 千万千万要有耐心 在市场上挣钱没有那么容易 我之前说过 如果你点点鼠标 点点电脑 戳戳手机就能挣钱了 还有人去给你送外卖吗 还有人去给你开车吗 还有人去给你运快递吗 就都没有了 大家都这么干不就完了吗 所以拿钱挣钱 这种投资必然不容易 不容易的是 你各方面素质都要过硬 包括有耐心 不是光你懂就完了 懂是第一步 我们要懂 懂完了以后 你要知道这些什么样的模型 之后要怎么怎么样 对吧 适合的止损 严格执行 并且还要有耐心 在等待机会 长线就更不用说了 有时候我们等 找一个机会 这周没有下周没有 那一周一周就这么过去了 短线也一样 不符合要求的 不要去妥协条件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这么理解 什么叫有耐心 严格执行 还是那句话 严格执行 符合越符合条件的 那之后越容易涨 你说妥协了一个 这个稍微差一点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某一个条件可以稍微妥协妥协 或者某些条件 我们说最好怎么怎么样 不是最好能不能做 也能做 但是有可能的之后 要么不爱涨 要么涨起来 就是要么可能是涨 也涨 但是涨的幅度不够快 就是反正是有问题 越符合模型的越好 所以一定要耐心 等待着好机会 好吧 今天我们讲啥呢 我们讲一个概念 叫急速下跌 熊市末期 这个熊市 不是整个市场的熊市 是一只股票的 应该叫这个市 但是我们就写这个 牛的趋势 熊的趋势 我们知道 急速拉升 以后五级必反 对吧 听过公开课 我们买一 然后卖一 急速拉升 五级必反 那急速下跌呢 其实是类似的意思 但是不太一样 我们来画张图 熊市末期 急速下跌 长什么样子 有这么几个条件 首先 至少连续三个阴线 至少连续三个 长这样 当然最好 大家自己记了啊 我就不写了 至少连续三个阴线 第二呢 其中有至少一个大阴线 实体比较大的阴线 你说上下阴线 成交量都不管 这个不一定非得在最后 在中间 在第一个都行 然后第三个条件 有跳空 要有跳空 懂什么意思吧 这个中间是要有跳空的 不一定非得是 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缺口 要有跳空 小阴线 中阴线 大阴线 这个我们祖传用力图 已经画过了 不是长这样 也OK 四个五个 也OK 至少三个阴线 再说一遍啊 至少三个阴线 连续的 中间不能有夹杂别的 然后呢 其中 至少有一个大阴线 至少有一个大阴线 位置无所谓 再然后呢 至少有一次跳空 至少有一次跳空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急速下跌 这个急速下跌就形成了 急速下跌以后 才有可能见底 就跟我们之前说的 缓慢上涨一样 缓慢上涨的 这么个涨法 没有任何风险 直到这么涨了 才有风险 同样 就这么涨了 才有可能见顶 如果一波下跌 缓缓的跌 跌到哪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见不了底 想都不用想 这是见不了底 直到一波暴跌产生的时候 暴跌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 急速下跌 熊市末期 这只股票很有可能 最后一跌 是最让人害怕恐怖的那一下 就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好 这是我们补充的一个概念 我们很多的底部模型 需要这样 急速下跌 熊市末期 这只股票呢 然后我们就来说一说 抗冷有会在个股上的应用 首先还是那个三加五个条件 分仓千万别忘了 做止损千万别忘了 怎么卖也别忘了 那些就不重复了 政客里边有 对吧 我们之前那个没听懂的 多听两遍 那现在我们要说个股上的应用了 个股上能不能用 第一能用 好不好用呢 还是这句话 不是那么好用 抗流会这个模型给大家讲出来 不是让你去拿着挣钱的 那实在最近没机会 用用抗流会能不能行 能行 挣钱多不多快不快 不多也不快 能挣钱 挣钱不多也不快 即便加上我们今天讲的内容 也是一样 所以大家慎用 更多的是抗流会 让大家去入门 理解什么是交易 理解什么是模型 理解什么 这种K线组合 怎么个特殊法 这个理解透了 我们之后挣钱的招多的是 那么还是把它讲完 抗流会的模型就不用画了 对吧 问题是在个股上怎么样 在个股上 要这样 这样就比较踏实了 就比较舒服了 或者是 比如这样可能会更舒服 对吧 我们说至少连续三个 没说必须是三个 最少三个 小阴线 大阴线 然后呢 低开高收的阳线 而且阳线不大 没长上营 对吧 怎么怎么样 有跳空 这俩对比很明显 那五个条件 三个基础条件 加五个补充条件 都要符合条件 符合了以后 如果再符合这个前提 这个抗流会个股上出现 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但是我们说 这是一种 底部有两种情况 有两种底 这种的底 我们管它叫 之后我们也预期 它有一波上涨 这个先不要了 我们也预期 从此有一波上涨 这个上涨叫什么 反弹 这能不能形成反转 这个指着什么转 趋势的反转 能不能形成趋势的反转 不知道 要打个问号 就趋势有可能就此反转 有可能只是一波反弹 所以我们就拿这一小波利润 抗流会千万不要贪 有的股票能从这 能一直往上涨 涨一个月两个月都有可能 这是最低价 一直涨两月 是有可能的 但是不要期待 每次都这样 这个很有可能 就是一波反弹 这个我们就挣这么一点点 怎么卖 听抗流会的课 好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这波反弹 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呢 另一种情况 我们这么卖 下跌 反弹 我们不管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的趋势反转了 因为顶顶不是抬高了吗 底底抬高 你画趋势线也行 我们用其他方法判断也行 都可以 顶顶抬高 我们判断 这是一波趋势 彻底由原来的下跌趋势 转为上涨趋势了 那这个转为上涨趋势以后 这转为上涨趋势以后 之后 这如果再出现 那这出现的就是 我直接画K线了 小阴线 小阴线 大阴线 然后呢 低开高收的小阳线 这是不是底 很关键的问题 这是底吗 是的 这个叫什么 回调底 上涨趋势中的下跌 再说一遍 上涨趋势中的 短期的下跌 我们管它叫做回调 下跌过程中的小 短期的上涨 我们管它叫反弹 对吧 这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逆向的走法 大趋势里的逆向的走法 就是这样 所以涨上去 跌下来 这不跌了 再涨 没创新低 同样的这个底 也比这个底高的时候 小阴线 大阴线 低高收的小线 回调底 之后很有可能 在这买入 之后是一波暴涨 是有可能的 是可以去预期一下的 不一定每次都是 但是这种情况 就会做的比较舒服 这种情况就不用三根了 就不用熊市末期了 如果在这儿出现 我们是要求的 在中间出现 这是不要求的 这是在个股上的两个用法 两种底部 两种用法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 抗流毁个股上的应用 还是那句话 抗流毁能不能用在个股上 能用 好不好用呢 不是很好用 能不能挣钱 能挣钱 挣钱多不多快不快 不多也不快 但大家可以去拿这个 练练眼睛 我们之后给大家带来更多 又好用 又能挣钱的 不输于抗流毁的方法 但是抗流毁 作为我们基础中的基础 让大家去好理解的 好吧 我们正确的理解这个事 那么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